完成十五千里的3.85 国安马王子黎智凯 在成都市大运安马决赛中 再次上演完美落地 以15.500分 报回继2017年台北市大运 2019年拿破李市大运之后的第三面金牌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压力存在 那我希望把这个压力转换成动力 对那也不希望给自己太大的负担 前一天在个人全能退赛 就是因为肌肉不适 想让身体好好修养 全力把重点放在安马决赛 果然状态调整到最好 第三位登场完美演绎汤马士回旋 因为毕竟是最后一届 所以希望可以好好享受这个舞台 然后尽量把自己的经验 传授给各位学弟们 其实原本决赛难度分只拿到6.4 但经过申诉之后 最后上调到6.5 成功将正面金牌带走 而中华队这个项目获奖的还有他 一样去朝着自凯哥的方向前进 那其实也比了这两个年期 对安马也比了蛮多场 所以其实也算是蛮有一些想法跟经验的 压轴出赛的肖又然同样展现稳定表现 成功逆转日本名将宣和摩 以14.933分夺下铜牌 这也是他第一面世大运奖牌 但肖又然有别于分数大幅领先 笃定摘金的李志凯心情很忐忑 最后宣布分数那一刻李志凯给了肖又然大拥抱 两人的好成绩让中华队在安马项目一口气 进账一金一桶 也缔造首度在世大运单一项目至少拿下两面奖牌的新纪录 特别的新闻是孟杰 蓝玉铭 四川成都报道 全都世大运网球女双金牌战 台湾头号种子吴芳贤梁恩硕成功拿下金牌 但其实这场决战 面对采取双上网压迫的地主队中国队 一开始台湾选手还放不开手脚 非受迫性失误偏高 连跳五局 锁进无路可退的盘末 两人放手一搏 吴芳贤找回往前截级手感 测动灵活战术运用 搭配梁恩硕底线强收压制 两名女将一口气倒赶七局抢杀首盘 因为0比5的时候我就跟芳贤说 就是我们应该至少要破蛋吧 应该不要被6比0吧 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拿了第一局 然后状态就慢慢稍微起来 然后一局一局慢慢追 抛开紧张压力 吴芳贤和梁恩硕继续乘胜追击 第三局率先突破取得领先 尽管第八局失手被对手追成4比4 但关键第九局再下一程 帮中华队赢得队时第七面网球女双金牌 不止女双夺金网球男双组合 徐玉修黄所豪是这次头号种子 手轮轮空以三连胜一盘未失之姿 闯进决赛迎战捷克组合 两盘都以6比3拿下直落2赢得比赛 也为中华队拿下本届第六面金牌 第二盘其实有一点小乱流 我们有一点 其实越打越 有点太嗨了 对 有点过头 但我们有慢慢收一点 中华队网球男女双 桑继夺金成为本届世大运 台湾最大金库 混双决赛 徐兄将和吴芳贤 携手继续寻求金牌荣耀 看着儿子夺金这一刻 彭明杨爸爸笑得好开心好骄傲 这么多好朋友的观赏下 我说真的太令人兴奋 真的 他终于有对自己也有信心之外 也把一些技术上也修正了蛮多 田津好手彭明杨把握最后一次 世大运的机会在400公尺跨栏 率先冲过终点跑出金牌 比赛结束 彭明杨开心写下 我做到了 真的做到了 感谢父母亲 教练朋友的帮助与支持 才会有今天的自己 其实他在台湾 大大小小的比赛中 市场胜军 随着枪炮声响起 选手卖力往前冲 将距离拉开的人 就是彭明杨 出生于运动世家 父母亲是田径国手 彭幻树和张祁玉 完美承袭超级赛人的基因 本来国二练习自由车 在家人的鼓励下转换跑道 大学才真正加入跨篮比赛 他这次以48秒63 不止拿下田径队 第一面金牌 更打破22年以来 陈天文在2001年 北京市大运的记录 同时跨越巴黎奥运 48秒70门槛 取得参赛门票 接下来的巴黎奥运上面 那我觉得自己 可以再拼拼看 韩州打运的奖牌 那我也希望在韩州打运上面 能够再创自己的最佳 彭明杨透过每天扎实的训练 才成就今天的自己 期盼接下来持续替台湾 夺下更多奖牌 台北新院城市明王思纯新竹采访报道 我希望100公司也有很好的表现 台湾蝶王王冠宏在200蝶 以0.03秒之差和金牌擦身 虽然有一点点遗憾 但也立刻整理好自己的状态 因为隔天一早 马上出站100蝶分组预赛 新每个运动员都是这样 如果不是由自己的主向 反而比较没有那种压力 所以他 我想他放开来有 然后有出 他最佳成绩也好 或者不错的成绩也好 相信对他的200蝶也是会有帮助的 虽然主项目不是100公尺蝶式 但王冠宏也没松懈 在分组预赛中 他被分在第6组第5水道前50公尺 虽然只位居8人中的第7名 不过又是在最后的50公尺再次冲刺 最后是游出53.22秒 名列分组第4名 总排名第9名 顺利晋级准决赛 不过王冠宏晋级的最大目标是这个 最大目标就是亚运 所以其实会市井赛 市大运接着比 其实就是也是为了好好准备亚运 才会做这样子的安排 然后目前这样子来说 我觉得强度啊体能啊 都有训练到 保持的蛮好的 从上个月底的市井赛到现在的市大运 中间间隔短短几天 王冠宏几乎是没有休息 在体力上消耗不少 我也提醒他要小心保护自己的身体 让我们全力备战亚运 首次参加市大运的王冠宏 被寄予厚望 接下来还有亚运 也提前拿到奥运门票 对他来说除了期望拿下奖牌 也期待能一次次超越自己 TVBS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